民间故事,鬼诱,故事后,江西干州府有一豪生名叫王辉,他富甲一方,两田千亩,豪宅商铺不计其数,坏事做尽,人见人怕。 这天傍晚,王辉外出游玩,看到一个姑娘十分标致,便上前搭讪道,姑娘姓甚名水,家住哪里? 女子小声回答说,小女名叫荷花,江南人士。 王辉仔细端详一番说道,实话跟你说,我看上了你,打算将你那位小妾,你依下如何? 荷花皮肤白皙,容貌俏丽,她曾经有个小妾名叫玲珑,长得和眼前姑娘十分相像。 当初这个名叫玲珑的姑娘不愿当王辉的小妾,被王辉派人抢到府中,详情拜堂成亲,最后玲珑誓死不从,服毒自尽,这让王辉很遗憾。 如今看到这个姑娘,她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,着急想将她那位小妾。 婚姻大事,岂能而喜? 荷花低头小声说道,还请您勿要强人所难,别不识抬举。 王辉大声说道,你可知我是谁? 以我的财富来说,要什么样的女子都有,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。 说完就让身边家丁将荷花拖入府中。 荷花惊慌不已,盲对王辉说道,大人勿要冲动,小女依你便是,但希望您能答应我一个请求,否则小女宁死不从。 王辉听后让随从停手,笑着说道,我就喜欢你这性格,什么要求你直说吧? 我希望您能与我一起回到家中看望母亲。 荷花抬头看着王辉让人无限恋爱。 王辉心想在方圆百里之内,也没有人能将自己怎么样,就连支县大人都与自己舒适。 这名叫荷花的女子也奈何不论自己,想到这里她便点头同意。 于是荷花在前面带路,王辉带几个人家盯紧随其后。 王辉跟随荷花,从傍晚一直走到天黑还没有走到荷花的家中,她有点不耐烦地问道,什么时候能到? 你家究竟多远? 荷花笑道,您勿要心急,走过前面那个,桥就到了。 王辉和几个家丁走过了桥,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府邸,看起来竟然比自己家中还壮观。 门外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玉笑着说道,欢迎几位来我家中做客。 这个老玉声音尖细,语速缓慢,让人浑身很不舒服,却用每个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 王辉见这个老玉满脸苍白,虽穿着光鲜亮丽,可全是前朝的衣服,看起来实在另类。 王辉开门见山地说道,我不是来做客的,我今天是来提亲的。 老玉笑道,我知道,我也同意你们的婚事,先喝杯茶再说。 说完他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。 王辉看见茶水颜色浑浊,嫌弃地说道,虽然走到现在我口干舌燥,可看到这等低烈茶水实在没兴致。 我也想不明白为何你家中富里堂皇,却喝这等没品味的茶水。 老玉回答说,酸甜苦辣,人这一辈子都要品尝。 这辈子茶您早晚都要尝,不如早点品味一番,也许适合您的口味。 王辉举起茶碗,小民一口顿觉神清气爽。 于是他仰着脖子一眼而尽,这真是尚好的茶水,不知此茶叫什么名字。 这时候何花在一旁笑道,这个茶名叫王悠茶,喝下之后,您就能忘却人间一切烦恼。 说完,几个家丁也举起茶碗一眼而尽。 老玉唤出几个女子为王辉跳舞,这些女子每个都生得碧月绣花,看得王辉如痴如醉,愣在那里久久不肯动身。 一去过后,何花问王辉道,不知您对这里是否满意? 王辉心满意足说道,此等圣地真是人间仙境,为何我此前从未听说? 何花笑道,只可惜,仙境与地狱只有一线之隔,就像是这杯茶,若不是亲自品尝你是不会知道其味道的。 王辉不解,何花笑道,你出去走走吧。 王辉离开房间来到一处精致的院落中,不由得暗自感叹此地,比自己府邸,话贵百倍有余。 宅院亭抬楼阁,纵横交错,不论向哪个方向看都是绝佳美景,令人心旷深意。 他忍不住沿着幽静的小道向前走,突然看到前方有个更加高大的宫殿,这又是何处? 他走近一些,看到宫殿上面写了三个大字,秦广殿。 这秦广是谁?他究竟有多少财富? 为何我从未听过此人? 王辉忍不住心中的好奇。 何花在他身后说道,天有十八重,分为三节二十八天,地有十重殿,共一十八层。 自你喝下那碗茶水之后,就来到了第一重,半个时辰之后你就会忘记一切。 这怎么可能是地狱? 我听闻地狱小鬼横行,每个都争宁万分,绝不是这般景象。 王辉惶恐万分,心里十分不解。 何花告诉他说,倘若不是如此,谁又心甘心愿被诱至这里? 美酒美色皆如镜花水月。 你仗着财富甚多肆意作恶,顾命该如此。 你来这里怪不得我,怪你的恶念,贪婪,淫欲。 王辉突然明白了什么,大叫道,你是谁? 为何骗我来这里? 你可知道我是谁? 何花笑道,喝了孟婆的汤,谁人回得去? 你不过是云云众生之中的一员,没有谁会在意你的身份。 说完何花指了指,不远处的屈体又说道, 自你喝了汤之后,屈体就与灵魂一分为二。 灵魂来到阴间终将受到审判, 屈体留在阳间任由诗人凭说, 王辉大怒,大喊道,快放我回去,否则我杀了你。 何花平静说道,你已杀我一次,如何杀得了我第二次。 没错,我就是玲珑。 王辉吓得腿如筛糠,他立即往辉跑。 可他觉得意识越来越模糊, 怎么到不了眼前的那座桥? 待他精疲力尽之时, 感觉胳膊被两人架了起来送入大殿之中。 此时的他一脸痴响,完全忘记自己是谁。 第二天,人们发现王辉跪在玲珑的墓前,没了呼吸。 我看一眼看。 第二天,人们发现王辉跪在玲珑的过程中。 是什么儿ائ豹在那里。 你身手看着。